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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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本来就不应该是一个让人可以很多的去享受的地方 这就是物质世界 我们被称为Nitya Bada 也就是永恒受条件限制的灵魂 受条件限制我们以为自己就是这个物质区体 我们把自己认同意我们把自己认同意我们在想着我是印度人我是印度教徒我是男人我是女人我是黑人我是白人我是年轻人我是老人就这样 我们看着自己然后就把自己认同意我们看着自己然后就把自己认同意物质看到的是外在的但是 但是 当我们去呈现 当我们去呈现 当我们跟年轻人青年讲述这个Krishna 我们就能感觉到整个的氛围得到了改变 我们感觉自己被注入了灵性的能量 这个Mahamantra它就有这个效果 我们的经典描述说Krishna的圣灵 就是Chintamani 你们可能有的人已经读到过 Chaitanya Charitamrita 那是一本孟加拉语的经典 但是它也是一本非常重要的Bakti Shastra 也是奉爱经典 它由Krishna Daskariraj这个奉献者 所说的传型里面描述了 它引述了不同经典的很多的诗节 其中一个诗节 它写的其中一个诗节 就讲述这个圣灵 Nam Chintamani Krishna Nam Chintamani Krishna Chaitanya Rasa Vikraha Puna Shudo Nityamukto Vinam Nam Namino 也就是说Krishna的圣名 被描述为Chintamani 就点金石 Chintamani 并不是说 只是真的就是想着把石头 或者物质变成金子 Chintamani 请他们也就是圣名 就被描述 或者解释 也请他们点金石 也就是说 它可以满足 我们所有的物质欲望 你们有任何人 有物质欲望吗 可能是吧 我觉得我们是有欲望的 所以唱售这个Mahamantra 就可以帮助我们 去满足 我们的灵性欲望 有愿望本身不是错误 关键就在于 我们这个愿望的 资料如何 通常 通常我们的这个愿望的质量 和品质不是很好 不是很高 我们在想着 我们渴望财富 我们渴望力量 我们渴望民生 有一次 我住在我们香港的庙里 我们当时 有一对印度的夫妻来拜访我们 她是以前在宝莱坞 拍电影的 这Mahataki 然后她就来找 Santama Krishna Goswami 她是在那个地方 当时是最为年长的奉献者 这个Mahataki 就拜倒在她的主下 请求她说 请求你 Santama Maharaj 请你祝福我 让我变得出名 这就是她的愿望 当然了 一个少少更有智慧的人 就会想这个 就会来思考一下 你这个出名 能出名多久呢 或许你拍一座电影 然后就变得出名了 但是你又还能继续拍多少电影呢 虽然说有很多的宝莱坞的明星 他们能活多久 他们的这个名声又能持续多久 当然了 他们都会死 他们都将放弃自己的躯起 他们有一天也会退休 或者变得疲惫 所以我们可能 看到他们的名声 或者有他们的照片 但是我想这并不能够 让他们获得回归守神的资格 我们不知道 他们下一世会去到哪里 因为他们的这个夜报活动的结果 他们可能能够取得一些物质的成功 留在一些名声 名望在这个物质世界里面 但是 这个躯起结束 一切都结束了 当这个躯起结束的时候 灵魂又再次投身 主Krishna 在博家凡歌里面所描述到的 对于灵魂来说 它无生无死 它从来不会出生 也从来不会停止存在 它无生永恒 永远存在 而且是永恒原处存在 原始存在的 即便这个虚拟被杀 它也不会被杀 我们便明白 灵魂的本性 唱诵Hare Krishna 就会给予带来 立即的效果 我们就会开始 觉悟到我们的灵性本性 也就是我们是灵魂 我们都是灵魂 灵魂 灵性的存在 我们都是灵魂 我们就能觉悟到这一点 当我们开始念诵这个 Mahamantra 我们就能开始觉悟到这一点 如果你带着情感 带着信念 渐渐的信念去念诵的话 我马上就能感觉到 这种知觉在苏醒 我不是这个虚体 我只是活在这个虚体里面而已 也就是活在这个虚体里面 我们不是虚体本身 只是住在这个虚体里面 居住在虚体里面 就好像你进到一个家里面 或进到房间里面 你并不会变成这个房间 你只是进了这个房间 同样的 当灵魂 灵魂也是进入到虚体里面 然后 我们就完全沉浸在这个虚体里面 我们说条件限制 就意味着 我们以为自己住这个虚体 因为我们以为自己是这个虚体 所以我们就认为 人生的目的 就是为了去满足自己的感官 因为说Hari Krishna 就会唤醒我们的知觉 我们就会开始明白 我不是这个虚体 我是纯粹的灵性个体 我是灵魂 Nam Chintamani Krishna Nam Chintamani Krishna Chaitanya Rasavikraha Chaitanya 知觉 我们有知觉 这个知觉就在气体里面 是因为灵魂的存在 知觉才存在这一种气体里面 当Shirapapa去了美国的时候 有一次封愿者就为他安排了一场讲课 在这个什么科技学院里面 不是MIT 在这里印度人是我们说什么IIT IIT很了不起的 如果你能进到这个IIT里面的话 你就很了不起 但是想想如果你进入到MIT 就好像这个世界的顶峰一样的 就是最高层面的科技 所以Prabhu就去了 讲了一堂课 然后就各种各样的人都来了 都是很聪明 很有智慧的人 有一些就是搞学术的 一些学生 所以Prabhu就讲了课 然后他就问他们 灵魂 就灵性的 活着的躯体和死去的躯体 有什么区别 然后他就让他们解释 但是他们试着 以一种物质的方式来解释 他们试图去运用自己的物质指示 来理解人生 这都是毫无用处的 他们没办法恰当地去理解 灵魂和躯体的区别 他们也没办法解释 活着的身体和死去的躯体的区别 他们就想 这是知觉 因为没有知觉 但知觉从哪里来呢 这个他们不知道 但是呢 Shirley Papa 就跟他们非常清楚地解释说 知觉 是 知觉是灵魂的征兆 我们都有知觉 而这个知觉 存在于每一个生物当中 在树里 在植物里面 在动物里面 在鸟类里面 在鱼里面 所谓各种各样的生物 他们都有知觉 就在某种层面上都有知觉 但是呢 根据他们的区别 他们被覆盖了 不同的区别 就会限制这个知觉 我们是很幸运的 因为我们得到这个人类的区体 所以Vidanta Sutra说 现在 现在 现在你有了人类的区体 你应该去理解 什么是知识 什么是关于 物质和灵魂的知识 这个大学里是没有教的 在大学院学院里面 都没有教导的 在任何的 世界任何一个学校里 都没有教导 我们得来 去教导这一点 East Kahn这个协议会 就是为了这个 就是教人们 物质和灵性的区别 区体和灵魂的区别 所以 Sherla Prabhup解释说 在尸体里面 没有灵魂 这就意味着 灵魂离开了区体 当然 灵魂放弃 一具具体 它就会进入到 另外一具具体里面 通常 受条件限制的灵魂 也就是那个 Nitya Bhada 受条件限制的灵魂 仍然会继续 受条件限制 然后根据它们 活动的层面 它们会进到 接触另外一具具体 有的有更高的知觉的 就会被提升到 更高的人类 生命形式 或者更高的 星球 比如说高等星球 甚至在宇宙的顶端 那里有Mahaloka Jana-loka Tapa-loka 还有Satyah-loka 这些都是高等星系 我们是在这个宇宙的中间部位 Bumanda-la Buloka 地球星球 清晰 不是太像天堂 但也不是太如地狱 它被认为是 它被认为是 去培养Krishnah 知觉那个最合适的地方 在高等星球 有太多的感官享乐 很难唱 很难念诵 因为 这个感官有太多吸引 有太多吸引感官的东西 就好像 现在 你们住在这里 Bihar 但是如果你们 去梦满 然后你们去看个梦满的生活 你们就会想 感官享乐太多了 有那么多美丽的奢华的房子 我们知道通常那里的生活的 很多的用品也更昂贵一些 所以我们可能更被吸引去住在那里 但是我们越被物质世界吸引 我们就越少被Krishnah 世界吸引 所以最好 所以那不是更高星球 也不是低等 也不好 低等星球也不好 高等星球也不好 低等星球也不好 因为低等星球 这个地狱太多 太个痛苦了 那里有Yama Loka就在那里 Yama Ra 就是在那 专门惩罚人的 地狱也有 低等星球也有不同 各种各样的地狱 而且那没有阳光 你怎么想象 你能想象 没有阳光的生活吗 一切都是黑暗 唯一的光 是来自于 是这个 是那个 头上的那个珠宝 就发出来的 所以低等星球 有很多的痛苦 所以呢 你要在那 变得要具有神觉 也很困难 而Chayama就告诉我们 要培养神觉的 最好的地方 其实就是这里 也就是地球 Barat Varsha 在所有的星球当中 最好的星球 就是这个最好的地方 地球上的最好的地方 就是Barat Varsha 现在在这里 我们就有机会 能够来到 Krishna直觉 没有太多 让我们分心的东西 同时也没有太多 的痛苦 这样呢 让我们 就很方便 让我们能够完全 沉浸在 或者是专注于 唱作生命之中 因此呢 唱作 Hare Krishna Mantra 是 Krishna直觉 最最最基础的内容 我们就是通过 念诵来开始 Krishna直觉 而且我们继续念诵下去 不是说 过了一段时间 我们就可以 不用再念了 也不是说 我们念了一段时间 然后我们就变成了 Krishna 或者是融入 Krishna之中了 相反 我们还会继续念诵 而且我们念诵的越多 我们就会更多的 去喜欢念诵 所欠台见 马哈普拉文学 伟大的奉献者 同游 就比如说 Harita Starkur 他每天都念诵 三十万 三十万个名字 也就是说 一百九十二圈 每一天 一百九十二圈 Shirr Bhakti Siddhantasa Sarita Kaur 也就是Gordian Mata 的创办者 他也是 也是Eastcom的 唱办Archarya的 旅行导师 他要他的门徒们 每天念六十四圈 因为六十四圈 就是十万个名字 所以 那就是他们念诵的 圈说 不是说一直 用念诸来念 但是他努力 每天要念个十万次 但是 Sarita Prabhupada 他去到西方 开始这个 Krishna直觉运动 然后我们的西方人 我们就觉得 要念那么多圈 很难很难 所以Sarita Prabhupada 就给了我们 打了个折 首先 他说那好 那你念三十二 你们念三十二圈 但是 同意你们 还是觉得太多了 所以 然后 Sarita Prabhupada 就又打了个折 再次妥协 他说 好 那十六圈 你必须念十六圈 不能再少了 所以 Prabhupada 就把它固定到了 十六圈 为什么十六圈呢 这就好像 有的时候 我们在学习 写字 或者读书的时候 老师可能告诉你们 把这句话 写个十遍 然后就写 写这句话 写个十遍 通过写了个十遍 他就被 刻在了记忆里面 然后就把这句话 给背了下来 所以 如果我们念三十二圈 我们也得反复念 让他固定在 我们的知觉 我们心意 或者脑子里面 所以念三十二圈 其实是一个祈祷 这是一个 向知尊主 发出的祈祷 Sarita Prabhupada 把它描述为 是这样 哦 知尊主Krishna 主的知尊能量 Hari 请让我来服务于你们 所以这是一个祈祷 但同时 他也是对我们 祈祷的回答 因为 通过念诵 我们就是在做服务 服务于Krishna 所以呢 念诵这个Mah Mantra 被称为 是我们Krishna 知觉的开始 同时也是我们 Krishna知觉的完美 通过念诵圣明 我们可以培养 我们对神的爱 这就是我们的目标 Krishna知尊能量 Mah Mantra 说 生命的目标 就是去培养 对神的爱 怎么培养 这个神爱呢 那还是通过 唱诵圣明来给予我们 事实上 在这个卡丽年代 没有其他的方法 可能你们很多人 都知道这个世界 Krishna知尊能量 Mahaprabhu 语述了这个世界 Kali Santara Upanishad 里面 他就语述了这句话 这个是伟大经的 一个伟大的Mantra 那你提到了 可是这个是 16个名字 你们知道这16个名字吗 Hare Krishna Hare Krish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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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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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ama Har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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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少个 16个 可以消除 这个卡丽年代 所有的污染 所有的肮脏 这个卡丽年代 是非常的不幸 是一个很不吉祥的时间 不是很好 人们也不是很虔诚 我们都不是很具有宗教性 在这个卡丽年代 现在我们也在欺骗 人们吃着各种各样被禁止的食物 即便在村子里面 现在人们也在吃着各种各样被禁止吃的食物 而且还有很多其他的罪 而且还有很多其他的罪恶 虽然说所有的宗教都祈祷 在Srimabagawa 他们里面也描述说 宗教的支柱 支柱有四个 Satiam就是真诚 这个呢 通过很多的撒谎 就撒谎言的这些欺骗的宣传 所摧毁 捷径 也被摧毁了 人们变得懒惰了 不仅是外在 我们不仅应该在外在的捷径 同时在内在也应该捷径 所以捷径非常的重要 有这样一句话 捷径接近于神性 如果我们想要去修习捷径 要练习要达到捷径的话 想要修习神觉的话 我们就得开始培养捷径 而捷径呢 是通过 跟其他的 跟异性的这种不恰当的行为 性生活而摧毁 还有仁慈 仁慈呢 是通过 杀死其他的生物而被摧毁 尤其是比如说杀动物 尤其是指杀动物 所以在Krishna知觉运动当中 我们有四个禁止的活动 就是不能吃鱼肉蛋 你可能会说蛋有什么问题 这是一个不纯粹的食物 我不会听到说 Krishna吃鸡蛋 在伟大文化当中没有蛋 人们不会去养鸡 就像现在那样 还有鱼 还有鱼 有的人说 鱼不是海洋的产物吗 海洋的果实 这是借口 这是屠杀那些不幸的生物的借口 当然 动物也是 这根本就不是人类的 人类的食物 所以我们要很小心 人物去研究一下 人类躯体的这些结构 我们就很清楚 人类躯体的设计 其实是被设计来成为素食者的 我们不应该是肉食动物 我们应该是素食动物 你说我们应该吃 比如说叶子啊 蔬菜啊 之类的 当然有的时候 人们会辩论说 他们不是也有生命吗 是 他们也有生命 但是 动物和植物它是有区别的 有区别的 动物有着更高的知觉 当你去杀植物的时候 通常 他们结束生命 他们的时间一到 他们就会进到更高的星球 更高的知觉生命状态 但是动物人 我们不是等着他们的死亡 他们是把他们直接拉去杀了 在他们生命结束之前 就把他们给杀了 所以这是很罪恶的 尤其 非常的 杀 那个母牛呢 就是更为罪 最为罪恶了 我们并不是在宣传说 要去 崇拜母牛 但是我们的确是要宣传说 要去保护母牛 这个是Vashinama的职责 像巴巴基达里面所描述的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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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也可以说是为了准备土地 然后 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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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人词这个品质非常的重要 不要吃动物 不要吃动物肉 也不要吃鱼 也不要吃蛋 我们还说 我们也不应该吃葱和蒜 我们就说这不是蔬菜吗 有啥问题 葱和蒜 有啥问题 是那么也有很罪恶吗 他们是麻醉品 他们会增加人的色域 他们会刺激人的激情 这就是人体内的激情 我们已经有很多的激情形态在这个具体里面 如果你吃更多的这个葱和蒜的话 只会增加这个激情 增加我们体内已经存在的激情 这些是不纯粹的食物 不能供奉给主Krishna的 我们要供奉给Krishna的 我们想去吃Krishna的菲萨的话 他说Krishna不吃葱和蒜 你说蒜是那个死去的母牛长出来的 不应该有人类来吃 人类是不敢吃的 但人们为什么要吃这些东西呢 就是为了满足他们的舌头 他们喜欢这个味道 同样的 如果吃肉 他们也是因为喜欢这个血的这个味道 其实应该是喝牛奶 母牛的奶是自然的吃血的这个方式 而不用 因为你这样不用去伤害这个母牛 母牛的牛奶其实是很有帮助 很能帮助我们去开发自己的大脑 如果我们的大脑得到了开发 我们就能更好的去理解Krishna直觉的哲学 很不幸在这个卡利年代 现在的人们 他们不喜欢喝牛奶 他们就喜欢喝可可可乐 他们不知道 到底什么是好的 什么是不好 什么是垃圾 所以不应该吃鱼肉蛋 我们也不赌博 我们要有洁净 还要 Tapa 又叫苦行 Tapa 苦行不是说我们应该折磨自己 不是说我们应该折磨自己 这不需要的 但是 但是呢 如果我们骄傲 就会摧毁自己的 这个苦行的力量 我们应该谦卑 我们应该明白自己的灵性地位 我们说 我们的自我 应该是跟我们的灵性的维度相应 相对应 灵性的维度 灵魂的大小 尺寸是多少 髮尖的百分之一 换言之 非常非常 他非常 灵魂非常的微小 而我们的自我 或者假我 自我感 也应该是跟灵魂的这个大小相对应的 但不幸的是 我们发现 我们的假我 或者自我感 是跟我们的灵魂的 曲奇相对应 所以我们应该放弃这种虚假的自我感 也就是骄傲 有这样一句话 骄傲的下一步就是堕落 如果我们变得骄傲 我们就会再次 堕入物质的愚昧和虚幻之中 所以培养这个 谦卑非常的重要 最终他把 就是苦心 尤其被指出来 我们应该避免各种各样的麻醉品 而这个骄傲就是一种麻醉 它是一种敬畏的麻醉 但是有些粗糙的 麻醉品 就比如说 茶 咖啡 这也是麻醉品 所以他告诉我们 在他的一生当中 他根本连茶都从来没有喝过 一杯茶都没有喝过 你们有谁敢说这样一句话吗 从来没有喝过茶的 我们一生从来没有喝过茶 有人敢这样讲吗 可能不太可能吧 所以灵性世界里面是没有茶的 想回归守神 在那没有茶喝 那也没有咖啡 所以这些原则 它都帮助我们 培养更多的对唱出声明的品位 当我们遵守这些原则 很仔细小心地遵守这些原则的时候 它就有助于我们更好地去欣赏 圣民的灵性力量 每个人都可以通过唱出声明而得意 有的人可能会说 我不是素食者 我还可以继续念 可以念诵圣民吗 可以的 而且如果你继续念诵的话 有一天你会成为素食者 如果你不成为素食者 有一天你会停止念诵 就会发生这样的一些事情 因为我们想培养去 对圣民的品位和欣赏 所以呢这个唱出马哈曼说非常 对于我们所认为来说非常的重要 我们必须培养起跟Christian的关系 而我们就是通过Christian的名字来认识他 和了解他 就Chaitanya 人子给予了我们八段导文 我们称之为巴逊规 就来教导我们恰当地理解圣民 其中一个导文就告诉我们 我们应该恒常不断地操纵圣民 好时间到了 我们得停止 接下来我们年轻睡了 Jai Patak Sun Maharaj 这就是他来的原因 你们来不是来听我的 非常感谢大家 非常感谢大家 我们上楼去 Jai 好了你们等着 Jai Patak Sun Maharaj 我们都是来这里 聆听圣 Bhaktivik Navi Nash Swami Maharaj 的讲 莲花口里 流露出来的甘露 非常感谢 三十分钟 三十分钟之后 三十分钟之后 也就是八点钟 我们都有正式的 整个East Kampat 奉献者的这个迎接欢迎仪式 而且我们每天都有不同的活动 明天 今天所有的当地的奉献者 都会迎接并且欢迎 去Jai Patak Sun Maharaj 所有的这个是 零星的Safari 还有所有的神价都在 所以我们就迎接他们 只有Safari的奉献者去 去到楼上去 这个客房的顶 顶层 去六楼 然后我们跟他一起 五到十分钟之后 我们跟他一起来 五到十分钟的去聚会 我们都需要十分钟相聚 不是因为他的健康 他很忙很忙 他今天有三个会议 大家在这等着二十五 五分 所以非常感谢大家 好 现在我们现在就去那个六楼 Safari的奉献者就去六楼 客房的六楼 感谢大家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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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